黑包的女子在站牌下看見公車近站 舉起手攔車 下一秒公車沒有停下還往騎樓衝 發現不對勁 要閃卻已經來不及 遭撞後被推到旁邊 監視器瞬間成了黑畫面 從前面的角度再看一次 前色外套女子剛買完便當走出餐廳 要去牽摩托車 發現公車完全沒剎車趕緊往後退 接著整排機車就像骨牌一樣被撞到 被壓在機車堆中 陳小姐回想起來驚魂未定 完全沒有預期他會撞到我 他就是正常的行駛路線 但是完全沒有減速就突然撞過 所以我也沒有退後 我連反應的時間都沒有我就倒了 然後感覺就是被一片東西擠壓 想都沒有想過準備進站的公車 竟然是朝自己迎面而來 公車撞進路旁的店家 還在用餐的客人嚇得拿著碗逃跑 周宇棚整塊掉落 一連波及兩處店面 磚塊鐵皮四散各地 擋風玻璃也全部碎成蜘蛛網撞 現場漫目創痍 那時候就碰進來了 然後就聽到愛好聲就有人說 我們就走出去看就這樣 一瞬間公車就衝進棋樓 不只行人被波及 業者也嚇了一大跳 47歲的零性駕駛工程 準備要進站時 突然身體不舒服 暈眩了幾秒鐘 回過神已經來不及 直到撞進棋樓才停下 傷者的爸爸不捨保被女兒受傷 趕到現場了解狀況 看見這畫面氣得要找駕駛理論 這起車禍最嚴重的是原本準備搭公車的方姓女子 她不只被撞上還遭掉落物砸中 造成頭部骨折要開刀治療 另外一名買完便當離開的陳姓女子 則是被一堆機車壓傷 造成多處擦措傷 這輛新一幹線公車從南港分局要開到台北車站 出站沒多久就發生意外 明明還要先轉彎才能進站 卻完全沒減速撞進店家 波及兩人 中午用餐時段驚險一瞬間 TVBS黃仲維高紫要素配語 SNG小組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